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la.js开发Web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高级片的依赖注入和服务 首先,依赖注入它分为三个注入声明 有推端式注入声明,显示式注入声明,行内注视声明 这有一点像4SS的一种显示和行内声明那种 但是跟它无关 第四部分,我们介绍使用服务 在上课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幅图片 一般的在工作当中,我们眼中的同事 老板,他的形象很形象化就是跟着包工一样 每天板着个脸,老板这个脸就是老板 然后很严厉,看起来谁都看下他都怕 当然我们也不是贪官,对吧 但是还是看着老板就是比较害怕 然后黄太后呢就是HR,人力资源嘛 然后他们 就是 高歌加唱的感觉 对吧,然后就是销售 关工很厉害 过五关斩六价 然后把单子拉下 财务就跟太监一样的 每天 也很厉害,知道吧 也不能得罪他 他非常阴险的 前台就跟那个如画一样 有的公司当然很漂亮的 是前男美女 当然他们在眼中的我们就是一个竹子 每天就是个边 然后不停的往前拱,对吧 很形象化 这就是我们深中我中 你看到没 我们就在最底下 这就是他们真严重的我 所以说不想做竹子的话 就往上打 好,我们言归正传 首先,依赖注入和服务 依赖注入是一种软件设计模式 从来用处理代码的依赖关系 一般来说有三种方式 函数或者他们所需要的依赖 一,他的依赖是可能被创建的 一般用LU操作服就行 二,他能通过全局变量能查找依赖 三,依赖能在需要的时候被导入 依赖注入是通过第三种方式实现 其余的两种方式会带来各种问题 例如污染全局 使得隔离变得异常困难等 依赖注入是一种设计模式 它可以去除对依赖关系的应变码 从而可以运行使可以改变甚至 能够移除依赖关系 其实在变成的时候 依赖注入和反射 还有那个是 叫做 好,我们现在不提这个 安格拉GIS使用 Injector注入器服务来管理依赖关系的查询和实力化 事实上,Injector负责实力化的安格拉GIS中的所有组件 包括应用的模块、指令和control、通知器等 Injector负责实力化的安格拉GIS 我们大家看一下 安格拉GIS方法的返回值是一个服务名称的宿主 这些服务会在实力化时被注入到目标函数中 安格拉GIS方法的可以帮助 Injector判断哪些服务会在函数中被调用和获得注入境局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代码片段 这是一个contin 它是记得它的总数 防止我们会循环的时候溢出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已经注入的代码 它身边的一个login 然后一个messaging 那个函数 然后我们在下面 给它一个触发 依赖注入的事件 在这里面我们会执行它 当我们的按钮去点击 触发这个函数时 functions 然后它会把前面的代码一一注入 好 我们再看一下Guy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可以把它循环出来 不管它里面就是 可以查看它的被注入的一些函数名称 你看这个地方 返回只是由一个服务名称组成的一个宿主 这些服务会在实力化时被注入到函数中 目标函数中 我们这个地方就把已经注入的函数名称 可以把它循环出来 给它查看 这个等一下在最后的时候 我会把代码运行 一下给大家看 好 我们再看Guy的方法 返回了一个服务实力 可以接受一个参数 就是lame的 这个不用讲 然后可以看出 这个是get injector get 然后把这个方法 push以后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显示 has 方法 返回一个bool值 在injector 能够从自己的注册列表中 找到对应的服务 返回 true 或者返回false 它能接受一个参数 就是lame 这个参数就是lame 是我们在注入器的列表 注册列表中查询的服务名称 我们可以看一下 has 这个地方是inwork方法 会调用方法 并从injector方法中 添加方法参数 inwork方法 接受三个参数 一个是function 一个是object 这个self locked 这个可选参数提供一种方法 在函数中被调用时传递参数名给函数 inwork方法 返回方个选 函数返回直视 你看我们这里片段还是刚才一个 刚才那个片段 这个配图配错了 我们再来讲一下 推断式注入声明 适合未经过压缩和混淆的代码 这里讲一下 JavaScript的压缩器 通常会将参数名改成简单的字符 以减小原文件的体积 同时也会删除空格 空行等注释 等 如果我们不明确描述依赖关系 unwork.js将无法根据参数名称 推断出实际的依赖关系 也就无法进行的依赖注入 这个方法 推断式注入 我们最好是不建议使用 因为它会 这个只能在做demo的时候 推荐大家使用 其他的时候就最好是在项目中不要运用它 因为它会把名称改掉 最简单的处理依赖方法就是 假设函数名称就是自己的依赖名称 给出一个注册器 可以通过检查声明来获取函数名 从而知道需要的依赖的函数 在上面的例子中 scope 是需要注入到函数中的依赖 这个方法就是推断式的声明 注入声明 不建议大家使用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显示式注入声明 安格拉基还是提供一些显示的方法 来明确定义一个函数 在被调用时 所需要用到的依赖关系 通过这个方法 声明依赖 即使在原代码被压缩参数名发生改变时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正常工作 可以通过 Inject属性来实现 显示注入声明的功能 函数多项的Inject属性是一个数组 数组的元素的类型是字不串 它们的值就是需要被注入的服务名称 这个很容易理解 行内的注入声明 安格拉基还是提供的一组注入声明的最后一种方式 是可以随时使用的行内注入声明 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一个语法堂 我们在第一节课 高级篇第一节课 我们也介绍过语法堂 语法堂也意为语法堂语 就是指计算机语言中添加一种某种语法 这种语法对语言的功能并没有影响 但是方便程序和实用 通常来说 语法堂能够增加程序的可读性 从而减少程序的代码出错的机会 我们回来 安格拉基还是提供的注入声明的最后一种方式 是可以随时进行行内注视声明 这种方法其实就是语法堂 它从前面提到的 inject的属性 进行的注入声明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但允许我们在函数中定义 从行内将参数传入 此外它还可以避免在定义座过程中 使用临时变量 服务 好 这个就是 依赖注入的一个讲解 接下来我们是提供服务 服务是一种能够在应用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数据的方法 它能够在控制器中之间进行通讯 并且能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服务是一种单立对象 在每个应用中只会被实力化一次 被injector实力化 并且是延迟加载 需要时才会被创建 服务提供它把特定功能相关联的方法集中在一个借口 这就是他们的一些方法 这个是Factory的方法 是创建在和配置服务的最快的方式 使用Service进行注册一个支持构造函数的服务 它允许我们为服务创造 服务对象注册一个构造函数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服务是一种由服务器端带到客户端的特性 它的由来已久 安格拉GIS中的服务是一些用依赖注入捆绑的一些可替换的对象 服务是最长和依赖注入一起使用 它也可以是安格拉GIS中的关键特性 安格拉GIS服务是一种能执行一个常见操作的单例 比如HTTP服务是用来操作浏览器 XML HTTP Request的对象 要使用安格拉GIS Service 你只需要在需要的地方控制Ctrl或者其他服务指出依赖就行 安格拉的依赖注入的系统会帮你完成剩下的事 它负责实力化查找左右依赖 并按照工厂函数的要求的样子来传递依赖 工厂方法就是里面有Filt 然后一些过滤器 然后一些配置的一些函数 让它一一执行 然后处理过滤器 这个不是在本课之类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项目中的代码 首先这个DefaultControl 这个例子的时候 这里就是刚才我们文档里面介绍的 当我们这个按钮点击的一个触发的它的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就开始依赖注入 然后取到它的注入函数名称 然后我们一一循环出来 这个是DefaultControl 我们现在来运营一下程序 它会先执行一个login 然后一个知识 一个hand 然后一个image 这三个会被注入到 这个方法中 我们点击以后会触发这三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程序已经运用好以后 我们打开控制台 好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依赖注入的服务是一个login 然后是一个hand 然后注入的服务有个messenger 你不停的点击就是不停的触发 点击以后就是我们已经把 依赖注入的一些函数名给打出来 也就相当于它已经触发了里面的函数 我们可以在里面写上我们一些依赖注入的 编程代码 好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本日教程 谢谢 点击喝 点击 los 咖啰